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過了一個星期,兩位 股市沒有結束陰跌模式,甚至更加暴跌 錄影時是8月20日下午 恒指跌了超過600點,跌穿25,000點的關口 可否跟觀眾品明一下,股市跌了這麼多,還可以繼續跌? 這個跌勢,一直在延續 七、八月份,股市整體來說,比較弱 當然,消息面上高,還是監管的消息 很多行業,出現了比較大的監管改變 大家記憶有身,是教育、校外培訓 我們在節目中也提及過 近期不同行業,都有類似的監管消息 由於近期的經驗,投資者比較敏感 再加上,國內整體政策的轉變 近期提及共同富裕的情況 令大家都很擔心,國內整個經營環境 無論是私人企業的營商情況 投資者在資本市場的情況 大家都覺得,看得不太確定 所以,有不少資金,現在都比較審慎 當然,資金一審慎,承托力就會少了 尤其是科技或互聯網,開始偏弱 其他板塊,大家幻想到,與政策上有轉壞的機會 其實都有少少先姑為敬的情況 現時的情況,不僅是政府對某些行業的監管收緊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應對美國,將會,例如打金融戰 或者在各方面,在金融市場、財經方面 會對中國進行施壓,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進行備戰,作準備 中國不想看到,美國出招後,股市跌得很厲害 令美國的股市跌得很具有力 或者美國,可以在金融方面出招 作為威脅中國,威脅市場的手段 所以,美國先將自己的泡沫刀破 先將自己的股市下跌 都跌至殘滅 下次再出招,都沒有太大作用 嚇唬我,都沒有太大作用 我自己都解決了自己 你不用擔心,我都已經跌了下來 會否有這種考慮 我覺得,不可以避免 說得難聽一點 令自己的股市下跌 或者預備過程,影響資本市場 實際上,美國最近都有出招 中國以前去美國上市的模式 VIE模式 以後會不會批評 這個模式,之前都是美國自己批評 現在才提醒國民 你一早批評,就要提醒國民 但是,譬如這些消息,如果在之前 一出,所有中國在美國上市的股票 或者準備上市 都會受打擊 現在好像沒什麼打擊 都已經打到殘滅了 有些股價跌 先生,我們再講美國 剛才說,浩德講起共同富裕的概念 都頗多人,有一點擔心 可能是一個再分配的政策 會影響到營商環境 先生,你專欄 過去很多年都寫過一些 內地再分配政策 你認為這個新的共同富裕的概念 究竟是否有實質影響 我相信,這也是中美國力的環節 在中國批評美國 或者覺得美國的制度有問題 甚至外面,其他西方批評美國 也有提及美國的貧富懸殊,很嚴重 一比九十九 在社會新生的財富裏面 大部份增加在少數人身上 當一個社會不能共同富裕 社會內部的矛盾就會增加 所以,中國現在比較強調 經濟增長,要帶來人民的整體好處 所以,有些人說,對一些做得好的企業 進行了打壓 但另一個角度 現在,做得好的企業 不僅僅在消費者身上,對自己的行家 對其他社會上的經營者 這方面,令營商環境困難 例如,我們那一行 有貝殼後,利用資本無罪擴張 利用資本,透過風頭,獲得很多錢 上市前三年月積,都是負數 如果以前的公司負責,一年兩年都倒閉 有資本,令到市場無罪 無罪,即是不按照市場秩序 市場秩序時,賺錢才能發展 不賺錢,都是拼命擴張 便做低別人 很多互聯網企業,都透過燒錢 燒死競爭對手 這不是共同富裕方式,而是獨懶 現在互聯網,是Winner Takes All 搭建了一個大平台 其他人,很難跟他爭取 例如,貝殼平台上有幾十萬經紀人 貝殼平台上有幾十萬經紀人 每人負少許錢,已經可以將平台做得很好 如果普通公司,便做不到這個平台 平台就成為在行業壟斷的手段 可能現在,中國政府對這些平台的功能 有些地方都有不同意見 其實特朗普也罵過這些 你可否印象 罵Facebook 罵Facebook、Amazon 亦將其他小的經營者收割 似乎C3的看法,共同富裕 都是之前反壟斷的延續 話雖如此,但資本市場反映 如今星期看,似乎真的擔心這個概念 會否令到一些上市的公司 或者本身經營得比較好的公司 會受到更加多的限制 浩德,作為Game經理 你會否在調整組合內,考慮這些因素 投資者在港股、A股 必然明白,政策在佔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尤其是近期參考,部分行業 一聲令下,政策可以令到某部分生意模式 可能需要很大的變動 其實,會很直接影響到,部分行業或公司的收入情況 有效果培訓 或是之前所說的金融科技 一旦政府覺得,發展棚的國家利益未必是配合 要改動,其實都有擔心 例如現在,很多投資者會擔心,這段時間不讓遊戲徒獨的青少年 如果有限制遊戲的收入 這些都會令到投資者,不其然去想想 公司未來的盈利能力 估值,都會有折扣 之前,純粹是市場競爭 誰在市場上,吸納到最多的真金白銀的支持 有人消費,肯買你的產品,肯用你的服務 其他一概不理 現在國家政府,要為人民出頭 誰會破壞共同富裕 變成少數人富裕起來 所以,市場競爭會出手干預 我們這行業,都會受到一定影響 例如,杭州防管局自己做的平台 讓小業主自己放盤 希望不用經過經紀 不用給佣金,便可以成交 降低,中間剝削 這種做法,是否實際可行 我自己就很懷疑 但政府現在,很多時自己想到,覺得是好的 就推出了 但實際上 社會主義早期,改革開放前 全部都沒有中間人,當時是否好 當時,根本沒有地產經紀 中間人,是看成中間剝削 但當時,不是市場化 住屋福利化 住屋福利化時,中國人居住的單位 環境很惡劣 後期是用住屋商品化,市場化 效果反而更加好 所以,走回頭,是否一定好 我認為,除了未必好之外 是無法走回頭 師生的看法,雖然這個方向是原意、正確 實行方面,現在中國的情況 比較難推行有效率 有些人,把問題看得太簡單 自己放盤成了,不用給佣 大家消費者 香港很多人都這樣想 所有消費者都不想給佣 但是,如果房管網上自己放盤 你打電話給業主的盤 他只推出盤 他不會介紹給你需要的盤 他亦不知道其他有甚麼盤 但你找一個中介公司 他可以根據你的需要 介紹很多鉗的盤 不只是一個盤 你逐個盤去了解 你要花好時間 泰古城有三、四、八個盤 但經紀書做了幾年 他看樓盤,就看完這幾個盤 他腦內有這些盤的資料 他就可以介紹最適合你 你也知道,業主放盤是想買的 另外,你不只是有盤,便是電 一般情況,業主放盤 最理想的就是開天煞價 買家,想買便宜一點,便落地還錢 兩個人賣牙 價錢都不像實際的 你有沒有誠意? 你混吉嗎? 不看你了 便離開了 經紀卻不會,慢慢談 這個不適合,還有另一間 你才有得盤 我們大難都搞不完 我都去搞 普通投資者不會這樣做 所以,想不要經紀 省不了多少錢 但我追問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消息出現了之後 貝殼的股價,其實在美國都跌得多厲害 施先生,如果政府的方向 盡量方便市民開放在不同地方的平台 會否短期都對中介構成一些影響? 現在,對中介造成一定的前景的懷疑 是否政府做這件事,可以取代中介? 有些人擔心,股價跌 另外,貝殼的一個原因 貝殼出現時,我都說這間公司不是完全造假的 他本身的管理能力很強 他搭建的平台 亦受到很多中介公司的歡迎 但是,熱積出來後,發現的情況是甚麼? 他紮資後的錢 沒有能力,令公司的熱積進一步上升 其實他上市時,已經是公司最漂亮的一刻 已經做得最好 等於一個人發育健全,可能18至20年已經到頂峰 他這時上市時,便是最美麗的情況 即結婚 如果再吃多些營養產品,都不會高大威猛一點 所以,他們上市後,對熱積沒有好處 拿了錢,已經無法增加規模 原本規模已經很大 亦沒有辦法增加效益 他本身的平台,已經設計得不錯 所以,公司的前景反而受限 加上政府的限制,他們預計第三季的收入會下降 預計下降至三成多 我看現時,真正的情況 以我們在內地遇到的情況,跌一半都有 大家要留意,買了相關的投資 要了解多一點市況 問回很多問題 整個走勢,似乎是監管為主,共同富裕 其實,有沒有一些板塊,在這個情況下,都有機會受惠 有些分析,說消費板塊,在收入更加平均下 會推得更加高,你同意嗎 大方向來說,所謂共同富裕的概念 或者不同的政策,結合在一起 例如,之前有說過,我們現在要更加重視人民的幸福 簡單來說,如果牽涉到大部分平民百姓的生活成本 或者生活的質素 我想,那些會看得比較緊一點 例如,今天有些新聞說 白酒,國內都開始約談相關的企業 覺得加價不能夠太高 政府約談 希望控制產品的價錢 可能是普羅大眾會有關係 所以,如果是消費品 我自己覺得,兩邊都有自己的難處 你很低端的 即是說,柴米油鹽,普羅百姓都會消費 你就好像穩健一點 不過,你可能價格,就沒有什麼上漲的空間 因為大家覺得,如果加價會影響到太多 可能是十多億人的消費,在荷包拿錢 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 另一方面,如果做一些高端 近兩天,有共同富貴 共同富裕的想法 帶過奢侈,亦不是國家所鼓勵 所以,消費品當中,都有一個兩難 至於,配合政策背景下 沒有部份的企業,可能會減少B2C生意層面 企業,可能會好一點 即是,不能直接對零售投資者 可能在整個產業鏈中,中上有些比較好 因為,不牽涉到太多平民生活相關 可能會好一點 第二,亦配合現在整體國家發展的策略 即是,過往創新模式、創新的意念 可能現在,都會有少許社虛、務實 做一些實幹營的東西 你見到,部份的企業,都開始轉向 例如,騰訊這星期,都有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他們都會投資下去芯片 因為芯片行業,之前有提及過 其實,中國大陸希望,可以追上西方社會的硬技術 你見到,能夠做一些實業的創新、高端製造 可能會容易一些,在接下來的大局變化下 所以,實業安全性會高一點 我們說完內地,或美國的情況 美國今個星期,出了一個新聞 有些人覺得很難看,撤離阿富汗時 非常之狼狽 亦有人懷疑,為何要這麼急撤離 施生,你覺得是否在阿富汗方面失策了 其實,他之前已經撤離 我相信,美國自己決定,拋棄阿富汗 是造成阿富汗軍隊,無身亂戰 阿富汗政府基本上,在美國扶持下上來 所以,主旨告訴你,你以後幫我頂住 他們,怎可能會幫你頂住太多 你都要離開,我都想辦法離開 拜登說,阿富汗政府軍隊有35萬 有美國提供最精良的武器,受美國訓練 有約8,000多萬元,在阿富汗軍隊的軍費上 本來,實在撤離阿富汗 最好,你帶我離開,根本無身亂戰 初初打算是8月31日,才撤離 撤離阿富汗軍隊,兩星期不到,便撤離阿富汗軍隊 可能塔利班,也猜不到這麼快 他撤離機場,有人說他偷偷離開 他離開後,政府軍隊才發現,沒有普通人進去 偷走所有東西,你都離開,所以很難 局勢發展,雖然走到狼狽 如果美國撤離了,會否對美國的經濟,甚至對其他部署有幫助 對美國的經濟,省錢以後不用再花 但原本的部署受影響 原本包圍中國,是一個C字調轉頭寫 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萊西亞 一直到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 即是北面包圍不住? 應該包圍大部份 抽出後,能夠影響的影響變少了 因為阿富汗,是中亞、西亞一個重要國家 連接很多其他國家 所以,美國在中東的勢力變少了 我相信,中國應該會利用這個局面 因為阿富汗的人都說了 想利用中國的產能,去幫它重建 中國現在產能過剩 鋼鐵生產過剩 會拿去那邊做建設 即是一帶一路的其中一部份 中國應該對阿富汗的領土要求 唯一就是,不想阿富汗 因為那邊是伊斯蘭 有些民族和維吾爾族都接近 而美國曾經說,打阿富汗其中的目的就是 利用新疆折養 利用他們兩邊的回教影響力 希望為中國天凡天亂 這個,現在就做不到 所以,局勢方面,這件事對中國相對有得益 如果在阿富汗的政治事件 在你投資方面,都是今週比較大的新聞 會影響你一些部署? 阿富汗撤軍問題 似乎對金融市場的震撼,可能只有一天那麼多 如果中國相關,當然是看國內整體政府的走向 而美國,很明顯是看收水的時間表 因為今週,剛出了聯儲局的議息會議 你都見到,他們都開始鋪排定 去到9月或11月的會議,就會決定正式 將買制速度減慢 市場的焦點反而,會有多一點 投資很複雜,政治事件要關注 更加要關注資金相關事件 我們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到網頁或youtube頻道 多看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